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火箭军某基地警卫类的一位连长 我叫康晓 二十九岁 来自河北邢台 是火箭军某基地通信联的一名指导员 带着一份绿色的梦想 我们从大学校园来到了火勒等军营 成为了火箭军的普通义兵 小兵 知道 我们警卫连在大山深处 站岗直勤 收山巡逻 是我每天的工作 有人说他枯燥 寂寞 但是我却享受其中 因为我深知他的重要性 2013年 我成为通信团 舰团以来第一位女连长 在全团组织的军营女汉子 PK舔写通信兵的男女对抗中 我和战友们从专业技能到军事素质 都记下了金国英雄的风采 我们一师一友一夫妻 康晓精通各种电脑软件 他帮我制作的精美快灯片 丰富了我的售客内容 他的热情活泼 也深深感染了我 我们同为机舱连队的武官 徐宇斌从军事训练和连队管理上 给了我很多帮助与支持 让我懂得了带兵 就是凝聚人心的深刻内涵 军人的爱情 也许不能花钱月下 长相厮守 但是我们在相互扶持 彼此信任 共同进步中 也收获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密码 讲述军旅故事 分享励志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军旅人生春节特别节目 我的军营 我的家 2015年12月31日 对于火箭军的官兵们来说 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 中央军委举行了火箭军成立仪式 并授予了军旗 今天我们故事当中的小两口 就来自火箭军 他们同在一个部队 均为连队主官 但是由于徐玉宾的工作特殊 夫妻二人常常聚少离多 也被大家笑称为半月谈夫妻 尽管如此 徐玉宾和康晓两个人 却仍然像在热恋当中一样 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爱情秘籍 咱们今天组织一次 男女对抗 首先进行第一个科目 预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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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一时 火箭军某团 一年一度的军营女汉子 PK铁血通信兵的男女对抗赛 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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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晓和15名战友 代表通信五连 将参加副总接力 往返跑 五公里等 四个客户的对抗 就在康晓进行激烈比拼的时候 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大山深处 康晓的爱人 徐宇斌 正和战友们一起搜山巡逻 加油 站 前面 两人虽然聚少离东 但却始终关注着彼此 他们也在这种牵挂与殿念中 体会着军人的幸福 2009年 康晓从燕山大学计算机 应用专业毕业 愁愁满志地步入绿色的军营 成为了火箭军中的一名战士 2012年 康晓参加了提干考试后的骨干集训 也就是在这时 与从南京工业大学 电气自动化专业入伍的徐宇斌 有了一个美丽的邂逅 就是新闻粮播之后 美闻同志上去以后 然后谈谈自己对这个新闻的认识 这一块就是 有一次这个徐宇斌上去讲评 谈的是这个反腐畅联 有一段话我觉得特别触动我的心里 反腐畅联是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从这个 自己从带新兵开始 就应该改变一件事 从你这批兵改变下一批兵 下一批兵做班长的时候 就能改变下一批兵 那么我们军营的整个大环境 就会向航下上发展 我就觉得他 在这个同龄人当中 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人 同时康晓的热情 率真也深深吸引着徐宇斌 他有一种 很利索 很雷厉风行的一种 一种北方女子特有的一种概念 深深的吸引我 从那天起 爱情的种子 便在两个年轻人心中 渐渐生根发芽 2013年5月 两人携手 走上了幸福的红地态 在结婚以后 我更多的发现 他对做某一些事情的一种执着 他只要交给他的任务 他不盖这一 要盖就要盖到最好 七八十 二二一 一二三四 徐宇斌在山上 康晓在山下 婚后的生活俱少离多 只能通过军线电话 联络感情 手上的动作一定要清 在这个 夹住这个光纤的同时 有一个邪度 婚后不久 康晓成为了 剑团以来的第一位女连长 自豪的背后 他也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当时是压力特别大 但是后来 后来反过来一想 既然是第一个 那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当好呢 不能把他干好呢 开展 商人不久 康晓所在的通信团 组织开展了军营女汉子 与铁血通信兵 男女兵对抗活动 在负重王返跑 报原目仰卧起坐 以站程控交换机开设 和五公里 十公里等几个课目中 经过认真分析比较 康晓发现既有自己的优势 也有自己的短板 因为我新兵的时候学过画舞 上了兵的时候学过程控 包括我提开之后 去的是西安通信学院 专门把这个有限固定通信台站的 所有的专业 我们都系统的学了一遍 所以说在这一块 我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他就一直把自己的专业 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要素的专业技能 都当做他的自己的金发了 他也能亮得出去像 就是那种的 然后自己也确实十分的过硬 对于自己的体能 尤其是十公里这样的课目 康晓并不自信 但是康晓心里明白 体能是基础 而这个基础又必须要打老 在我们的四百米的操场上 我要跑二十五圈 我跑了四圈半 竟然僵持不下来了 我感觉作为一个军事干部 你首先要求的就是一个自身过硬 当时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失败点 我感觉是 于是他报名参加了团里组织的集训队 对于集训队里短跑 长跑 负重跑 爬山等课目的训练 康晓并不满足 每天午休和晚上熄灯前 他还主动给自己加小灶 再跑上两个五公里 两周以后 机训队进行十公里测试 康晓细心满满地站在了机跑线上 然而 刚跑到七圈半 体力就严重透支 二十五圈 还是没有坚持下来 越想其实怎么说呢 越觉得窩心 窩囊 自己白费了那么多的心思 正好这会儿也是 我老公的电话管 我说你们这个女孩子 提出以后 并不是说谁的体能好 谁就是女孩子 谁跑得快 谁就是女孩子 我觉得女孩子讲的是一个精神面貌 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面貌 那天两人通过军线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 许宇宾提醒康晓 不能因为心急就去满脸 而是要讲究科学 根据自己的弱像进行针对性训练 我认为你应该首先应该调整自己的呼吸 建议避免去避免用嘴去吸气 用鼻子吸三口气 然后用嘴去吐一口气 保证自己在运动过程中 一种肺部的含氧量 以及不要吸入过多的冷空气 造成体力下降 爱人的一番话点醒了康晓 第二天一早 康晓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训练场 为了调整好自己的呼吸 康晓扛着沙带跑了起来 从调整呼吸到腿部肌肉的练习 再到摆臂 按照徐宇斌的提示 康晓循学渐进地进行着科学训练 训练中康晓细心揣摩着徐宇斌 教她的三个小技巧 在接下来的几次测试中 她的训练成绩稳步增长 零年主观考核 跑步的时候 我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所有的主观里面 我是唯一的一个女的 当我跑完之后 我的身后还有一帮男的 那种满足感 很难表达 当我看到康晓拿着这个比武的 优异成绩以后 我发现我自己更爱面前的女孩子 就是通过这个事情之后 我感觉我们两个感情 应该说是更进一步 因为在部队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只有同甘共苦的战友 你才会有更多的回忆 康晓敢打敢拼 徐宇斌深沉内敛 两人性格互补 相辅相成 在一步步的相互扶持中 他们品味着幸福 补静的未来 我叫徐宇斌 29岁 来自江苏江英 是火箭军某基地警卫来的一位连长 我叫康晓 29岁 来自河北行财 是火箭军某基地 通信员的一名指导员 三号病 这个 我们警卫连在大山深处 站岗直前 搜山巡逻 是我每天的工作 有人说他枯燥 寂寞 但是我却享受其中 因为我深知他的重要性 这个 2013年 我成为通信团 建团以来第一位女连长 在全团组织的军英女汉子 PK铁铁通信兵的男女对抗中 我和战友们 尽显了金国英雄的风采 军人的爱情 也许不能花钱月下 长相私守 但是我们在相互扶持 彼此信任 共同进步中 也收获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密码 就在康晓刚刚结束比武的时候 徐玉宾也来到了山下 报名参加了某部组织的迎联主观大比武 在工作上 两人一师一友一夫妻 徐玉宾比康晓早一年步入军营 此下里康晓总是调皮的叫他徐班长 但是这位徐班长在计算机应用和讲课方面 还真要拜自己的妻子为师 我每次想做这个PPT的时候 我想让赞士们看到这个PPT 就知道我这堂课在讲什么主题 你看咱这个PPT的内容主要是一个正确认识挫折 是不是 比武中有一项内容是四会教学 四会教学不仅要求参赛者会讲课 还要求将自己的讲课内容用PPT展现出来 而这两项恰恰是徐玉宾的弱项 开始教我怎么排摆 画面设置画面比较好看一些 深重一些 然后包括每一张图片的这个Photoshop的一些制作 以及在这个PPT0300的功能上 他给我介绍许多许多功能 只要我提出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他就会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帮助对我非常大 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用那个全军正攻网 用了一个网盘 就我们后来做那个PPT的时候 非常非常多的素材 那都是我们连长在给嫂子打电话之后 嫂子找的 找了之后 然后给我们放到网盘上面 然后给我们 让我们在PPT制作呀 还有一些什么方面 就是多了很多的选择 我读一句 大家跟着我读一句 好吧 九五口径五点八 九五口径五点八 徐宇斌性格内向含蓄 将客时显得有些拘谨 缺乏一些生动鲜活的元素 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 康晓告诉徐宇斌 该如何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使专业课变得通俗易懂 那么他还在这个课堂氛围上给我提了一个意见 说增强互动性 你可以 讲到某个知识点的时候 可以去问一些问题 抛一些问题 给大家 让大家接 教上那些东西就是说 什么三点乘一线 然后就是说 瞄准形跟准矩 那些怎么调怎么调 他就是总是用一些专业的术语 然后连长就跟我们说 把那个靶子比作一个人 你就打他的肚子 不要说去 特别去刻意的去搞这什么三点一线 所以说他慢慢的就把这些专业性的东西 就说得非常通俗 这里大家提到鸡针 老同志大家都知道鸡针是什么东西 同时康晓还帮助徐宇斌调整了讲课的结构 教会了他怎样通过设悬念的方法 使授课的内容引人入上 他最大的改变 我认为就是说 他在上课之前 首先他把这个重点给强调出来 给我们设一个悬念 就是说然后让我们抱着这种悬念去 学习完整篇的一个教案 夫妻同心 齐力断金 在这次四会教学比武中 凭借出色的表现 徐宇斌一举夺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第二步 现在抢托 也就是这样互帮互助 然后就带动我们两个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 带动我们两个去发现对方身上的优点 也带动了我们两个感情深温 来点小音乐 你随便点 听把心真诚好叫吹响 当时目标到白天 汤晓和徐宇斌流于工作性质不同 共同双休的时间不超过三十次 休假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天 那意思是开饭了就可以吃饭了是吧 我在山上 他在山里 跟他联系上的唯一的方式 就是我们的军线 我不可能说像咱们地方老百姓一样 用手机打个电话他就能接到 快看快看 我带队的刺猬做出来了 每天通过军线电话 分享彼此的带兵经验 成为了他们的必修课 两个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巨少离多 而渐渐淡漠 反倒越来越浓烈 愁死了 你们家的刺猬长辣漠 我们俩的感情是越来越好的 哪怕没有小孩 哪怕没有其他什么物质的支撑 没有什么花钱月下 没有什么甜言蜜语 我们两个的关系牢不可破 为什么 除了夫妻之外 我们还是亲密的战友关系 窗外大山深处的积雪尚未消融 依旧寒风刺骨 屋内却暖意融融 谈笑风生 哇 好好看 看好看不 我好看 你好看 你的好看 那行 再来给你当诈诈诈诈 谢谢指导员 去宾带着景伟连的几名战士 来到县城置办年货 康晓也在这次的对档中 获得了团体第一名 这对难得团聚的小夫妻 也有了一次短暂的相聚 他们和战友们一起迎接新年 迎接春天 迎接着自己的幸福 对于康晓和徐宇斌来说 入五六年来 火热的军营 不仅让他们学会了勇敢与坚韧 也让他们收获了一份别样的爱情 人生的伴侣 新年一始 他们希望在各自的岗位上 有所建树的同时 也能迎来自己爱情的结晶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一支更多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呢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对 把立功受奖当作最浪漫的事的夫妻 于永小和尹小燕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四个二等功 四个三等功 他们是远近文明的得奖专业户 几百米的距离 几星期不见面 他们是距离最近的异地恋夫妻 剧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云小尹小燕 爱的童心园